哇 好多奥特曼耶 有塔奥特曼 杰克奥特曼 奥布奥特曼 还有贝蒂艾奥特曼 要是我也能面试奥特曼就好了 随便哪个都行 各个都很帅气 谢蓝妹 你想当奥特曼 那就去挑战奥特曼库跑啊 只要你通关了 单上远古神秘四奥多不成问题 神秘四奥 那可是神最强的奥特曼 我要通关 我要通关 第一关是人偶啊 人偶做的奥特曼没有战斗力 跑道也很简单 直接跑上去 终于变开永恒的地方 道路中你好像也没什么变化啊 只是对了一个人偶偶的称号 继续挑战人型号 这种人类的小奥特曼 又是爬楼梯 这光连走也都不用了 果然啊 普通奥特曼就是今天 第三关虚弱啊 不完全姿态的奥特曼 老实说我听都没通过 小奥特曼 你们知道要哪些吗 这里有一些二吞跳 对我来说不是卖的步子大了点 竟然别大远啊 里面是讲不对 你看 这不就上来了 也不知道被销售到他们 还能不能打赢关手 不就有点难 所以我实验小成超前奥了 只有这个称号才配得上我的实力嘛 二吞跳之后是三段跳 机会只有一次 稍不注意就要出来 我跳 脚底打滑了吧 小奥妹 超奥强是那么好挑战的吗 你有这实力吗 哼 失败就再来一次 左踩右踩 看吧 只要等待兴起 手脚联活 多少个分级跳都是小意思 一路冲上去不太手抖的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最后一段路也太远了吧 就是我挑战机械啊 算了 欣欣就在以前 最后一路一间我就是超强奥 稳住稳住 哼哟 还真的让你当上了超强奥了 有点技术嘛 不过小伯妹被高兴得太早啊 嗯 后面的融合奥更加难 你要使能通关 我就大力洗头 我得到胜超强奥了 还有什么是能阻挡我的 通关就通关 那我看看融合奥是啥 呃 是四段条 而且脚底还有第四 这么多人多 确定是能跳上去的吗 哼哼 怕了吧 小伯妹 先认输 不丢脸 我不会吵枪你 认输 不算再来打 我的手底也是四段条能打败的吗 只要我站在这个第四上 就不会受伤 像这样左踩右反正闪上来 这不是有脚筋箱 可恶 怎么还给小伯妹装到了 肯定是你硬气后碰巧成功了 除非你再跳一次 再来就再来 我跳 啊 我们就想中华 打脸了吧 嘿 还是不能夸 一夸就失误 我刚刚只是给大家做了个错误是吧 其实我还有个简单的办法 直接看网购拿个天员去保护箱吧 增加了弹跳力 四段跳直接变二段跳 谢谢南南 小伯妹 你这是作弊不合格 谁说用刀机就是作弊了 单看网络的小伙伴不是都躺枪了 我们是在脑子灵活懂得变痛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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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刷笑聪明 不过最后一个冤构神秘自傲 就算你有跳舞的翅膀也不可能通关 因为 因为这真的好难啊 中间有个空调的 没有过度点就没办法断跳了 而且这么长的路居然没有单卡点 只能一次就通关 答对了小伯妹 就算你会摆断跳也不可能跳上去 我给你怎么办 真是太难了 我真的一眼了怎么都没有 只好从背包里莫莫莫拿出我的飞翔翅膀了 哎 直接跳上去 远古笑蓝 我累过去 从未见过如此后颜无耻之徒 喂喂喂 反正我都说什么药啦 小伙伴们 你们最喜欢什么药里的哪一个呢?